亚运,剧中女神郭幸春任长期官戴茨颖未受其代表亚加达亚运将在18日开幕,体育赎金公布亚运长期官人选,将由是大运剧中金牌女将郭幸春担任,世界球后戴茨颖则担任受其代表。 今年亚运长期官考虑人选包含戴茨颖,郭幸春及 体操选手李志凯,体育署长高俊雄表示,长期官人选必须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及成绩,考量小代开幕隔天还有比赛,因此最后由郭幸春担任长期官一职。 亚运受其典礼将在8月10日举行,届时总统蔡英文将会南下国选中心受其击班发加菜金, 由带茨颖当任受其代表。